Jang Lakdang 建于1794年,用作正祖母亲的殿堂1795年,在他60岁生日宴会上,他与正殿奉修堂相连。 Jang Lakdang是有卧室的皇宫1795年以庙行员年间,为喜庆功效力。 宫殿位于凤秀堂以南,与他的西南屋顶重叠,面向东方,1794年,中朝18年,竣工。 Jang Lakdang以Jang Lakdang的名字命名这是中国前汉首都长安城的宫殿。 祝愿黑天杠长寿,正祖大王以张乐宫的名字命名张乐堂,中国汉朝王太后在中国的住所,并亲自将牌匾挂在上面。 这座大厅的名字是Jang Lakdang,意思是长久幸福的大厅。 朝鲜时代的国王参观华城横宫时在附近的郑祖及其父亲的陵墓举行仪式,萨多王储。 他们把这个大厅当作了卧室,郑祖效仿他的中国汉朝曾祖父,他为他的母亲建造了Jang Lak宫殿。 他为他的母亲慧庆功宫夫人建造了张乐堂,并在上面写了一块牌匾。 Jang Lakdang和Bong Sudang相连,可以自由活动。 该建筑共有房间十三间,三侧均设有游廊以方便通过。 暖炕房布置得很舒适,每个房间都有双层门。 当所有的门都打开的时候,里面就敞开了。 正祖大王在张乐堂和福内堂之间修建了城墙。 他打开了两扇门名为多福月门和张福月门。 由此可见,正祖的孝心祝愿他母亲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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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当时水源市各项指标仅占7%,在水源市,郑祖每年应该停留10天他肯定感到非常不舒服。郑祖大王每年应该停留10天为了去我父亲萨渡王储的坟墓。为了郑祖的安全和舒适,制定了新的城市规划或使其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